Hello 大家早安 我是Lise 今天是仔洲的第二个food day 现在的时间是超级早 早上7点 我们昨晚还跑去喝东西 可能我现在的脸是很肿很肿 今天是我们要拍predding的一天 今天全天都会拍predding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现在是完全没装 我只是戴了一副抗拌了唇膏 待会8点就会去到酒店附近的一个化妆studio 就帮我化妆 但我现在很想去厕所 不是因为紧张 因为我是那种肠胃 都挺不错 每一天一定有一两次厕所去的那种人 所以我一起床 基本上隔一两个小时 我一定是有厕所去 但我现在只顧着 我不想待会去到fitting 化妆 才去厕所 快点出来 我刚刚去到seven买了 很简单的早餐 差不多很多地方 咖啡店还没开 但今天是超级体力劳动 所以一定要吃够东西 已经很想回去睡 但很省睡 然后去到studio 就立刻开始化妆和整头了 头发方面我选了一个 比较girly的大软 其实想了软的话 应该变造型都会容易很多 今次的妆造型 都是想比较清新一点 用的颜色 都是一些比较peachy 粉色的颜色 我已经戴完妆了 现在已经 都是一些peachy 的妆 因为今天要拍照 所以妆可能会浓一点 那么多 我现在要选裙了 看看有什么 其实我都挺喜欢这个风格 选裙衣服 我喜欢 尺寸的尺寸 尺寸的尺寸 你喜欢吗 我觉得我也喜欢 我也喜欢 很棒 我们试试 第2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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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化妆非常漂亮 不过 因为当时是差不多正午的时候 我的眼睛超级聚光 所以是一直 através lever 选一种愧如 ubiqu Dif этоد 但是拍照就是这样 要慢慢 warm up 才会愈来愈要自然 在这个地方 具有 double 它的 bent 整個構圖很漂亮 剛剛看了幾張照片 我覺得攝影師簡直是一個 超有藝術細胞的人 他這次講得不明白我們不會去 出名很多櫻花的地方 但因為濟州實在種了很多櫻花樹 所以基本上你開車 你都會看到很多櫻花樹 再搭上其他花 所以我們剛剛停下來覺得很漂亮 我頭上這個大家看不看得到 在地上撿 然後剛剛這次隨行的阿姨 幫我製造的頭飾 超級漂亮 這裡 你失去了 我覺得我失去了 他有酒 但... 不再 我們突然停下了一個很隨便 但很漂亮的地方 這隻櫻花又不同 好像大阪看到那些白色櫻花 其實這個位置是民居的外面 而這棵櫻花樹也是屬於這間屋的主人 問準了主人之後 我們就在這棵櫻花樹之下拍了很多照片 如果要選擇的話 我想這個是我整天最喜歡的照片 顏色上面很和諧 然後我跟小花西穿的衣服都非常有春天的起色 再加上我們兩個都是在春天裡認識彼此 所以在拍的途中 其實心裡都有幾多回憶 湧上心頭 然後有點害羞 因為我們借用了這間屋的主人的片櫻花 然後我們拍完道謝的時候 他走出來叫小銀絲幫我拍一張照片 她說為什麼他們不給我做 makeup 好可愛 你知道嗎 好可愛 他叫小銀絲專業的幫他拍一張照片 哈哈哈哈 我們開了我想30秒 又停下來在那個地方 為什麼好像比特意去的一些景點 它好像一枝櫻花 你可以添加水 我可以添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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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我第一次親眼目睹人類拔蘿蔔 這麼小的 開了蘿蔔已經不好吃了 噢 如果你問我整個pre wedding 最大的擔憂是什麼 就是水巴西的臉太小 無論我站前面還是後面 頭都明顯比她大 或者面積相弱 作為一個女生 心理壓力都挺大的 當然另一方面就是高跟鞋 和大自然的battle 每一步都走很艱辛 但是整個過程都挺突然的 我們現在來到海邊景場 好漂亮 這裏 好漂亮 Let's go baby 其實穿著婚紗真的很難走 即使穿了波鞋 但是也是非常謹慎 但卵辛苦一定不到我們 其實整個crew都很用心 想拍照這輯照 所以我們又有什麼可控告 大家一起熬著 去完成這輯照 其實這輯照 我覺得最特別就是風景 還有小巴西手上那一支的白鯊 這個白鯊 其實拍到出來可以很宏偉 不過在拍的過程中 整個控制它的角度 或者風究竟大不大 吹不吹得起 都是好看運氣 還有好看攝影師 可不可以補足到 所以我覺得在這麼多景 這個算是最難忘 也是拍得算最久的一輯 但出來的成果都很漂亮 所以真的辛苦大家了 換衣服了 終於可以 我穿了這個 不動的換衣服 不換衣服 第一次我覺得 好像那些網拍模特兒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這個 可以接合的移動更衣室 它攤大了之後 不單可以容納到兩個成年人 在裡面換衣服、做頭髮 裡面還有一些掛 還可以放一張椅子在裡面 坐著休息 真的很神奇 OK 拜拜 舒服了 我們拍完第一套最不舒服的衣服 我現在終於換了一套 輕鬆很多的衣服 是比較Vintage Lazy 你看到超級美的衣服 今天天氣很好啊 天氣很難 是差多少暈 這一套可能拍一些比較輕鬆一點的主題 我也不知道 我們現在要上山 拍照 好馬啊 一隻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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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哪裏 還有一隻馬 也不知道為什麼 隨處找到一大片油菜花田在那邊拍照 配搭上藍天和海灘的顏色 真的很美 不知道是不是我換衣服 途中看到小巴仔的綠色 攝影師突然說 新郎哥可不可以把新娘放在她肩膀上 而且後面沒有任何梯可以讓我踩出來捨力 所以炸經炸起之下 就完成了這個動作 我真的很怕再坐到一秒小巴仔的肩膀會掉 拍完所有禮服 現在就換了casual wear 我現在就穿了一套淡黃色 黃色鵝黃色的衣服 這件稍後會脫的 我連夾子都是黃色的 到整片都是櫻花 然後一個人都沒有 這次來謝州拍pre wedding 去了很多 根本就沒有在旅遊情報或者公寮說的 但是很漂亮的秘境 我們現在是穿上couple wear I need to take this off 黃色米色 看到來這裡大家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我拍pre wedding的頭髮這麼長呢 其實就是化妝的時候 他們覺得長頭髮影相效果會好一點 那我就用了發片 現在剪剪影片看到 我都很想著把長頭髮 大家覺得我應不應該留長一點頭髮呢 其實整個蝙蝠的拍攝概念 就freestyle輕鬆很多 純粹想去捕捉我們日常生活 會互動的那種感覺 所以擺什麼姿勢 穿什麼衣服 或者用什麼小道具 其實都是我們自由發揮的 在我們拍蝙蝠的時候 攝影師還幫我們拍了一些 類似微電影還是MV的小片段 但現在看起來也挺有趣 已經是一種壞孩子的天空 你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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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 大家我們拍完了 現在是晚上的7點鐘 但我們今天6點鐘醒了 我們要去吃飯 今天真的超級辛苦 大家我覺得整個團隊都超級敬業 還有很樂於他們在做的事情 現在我們坐下來要吃飯 我已經很肚餓了 現在我們坐下來要吃飯 我已經很肚餓了 你餓了嗎 你餓了嗎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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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了 現在已經是11點多 超級累 但是是非常非常開心的 吃飯 剛剛吃完飯 大家喝了兩杯 當然沒喝 他開車 他們超熱情超可愛 有抱著說下次一定要見 還有我真的覺得他們的工作態度 非常令人尊敬 真的很想做好一件事 而努力 而從中 真的得到很多很多開心和滿足感 所以是很開心可以 今天有好的天氣 然後有好的團隊 然後大家有好的回憶 都希望出到來的成品 是會漂亮的 這幾天在濟州 真的很開心 我覺得這次第三次來 反而是發掘到這個地方 另一面的味道 是跟真的當地人聊天 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濟州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面貌 原來韓國有八成的蘿蔔 都是由濟州來 這些小趣味 然後大家吃飯 喝酒之間聊回來 我覺得這種感覺很微妙 希望大家看完這個VLOG之後 都可以感受到我們今天很開心的一個氛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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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都用完了 這個拍照妝 我也要去下妝 洗臉 洗臉 睡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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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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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啥 哪一遍